眼前这个流着大血爱母胡子的男人 只因无法接受老婆成为自己的后妈 于是苦练家子音 正是化身午夜乖乖 午夜乖乖长期骚扰110和120接线员姐姐 长达两年之久 问你晚上穿衣不睡觉吗 是裸着呢 还是穿着内衣睡呢 这挺恶心的 一听到她的声音 就已经造成心理阴影了 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你想 你细想 接线员都是二十来岁的未婚小姑娘 每天都被这样的乌颜慧语所困扰 这你受得了吗 今天的故事属实有些炸裂 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 2016年12月16号百夜 地点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这一天又是接线员小文的噩梦 因为那个变态又打电话来了 问你 晚上穿衣不睡觉吗 是裸着呢 还是穿着内衣睡呢 就挺恶心的 一听到她的声音 就已经造成心理阴影了 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这已经不是小文第一次接听了 早在一年前 那个老六就开始频繁打来骚扰电话 而且她只跟女警聊天 一开始是给那个放那个黄色录音 就放各种黄色录音 挂断她电话她就打 一秒钟一个 如果是男的接电话 她一听到男的声音 她就挂断 恶心也就算了 她还长时间霸占线路 导致真正的警情无法打起来 挂断她电话她就打 一秒钟一个 不挂断让她说吧 她能说上90分钟 90分钟 她不说话 或者是给你放录音 90分钟 凌晨三点的时候 话说回来 让她猖狂了一年多 为何不活捉这个老六呢 因为这个老六打过来的电话 是一串奇怪的数字 应该是虚拟号码 要查到她的位置 属实有些困难 况且她明显是 故意发出的夹子音 这种奶声奶气的腔调 让人误以为 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 当时我们猜就是说 肯定超过20岁 就这样一个小孩 既然抓不住她 那就劝其从善也是可以的呀 于是警方决定跟她周旋 看看她到底搞的什么鬼 通过电话沟通 她说她身体有问题 不能去上学 每天在家里 除了打打游戏 就是等着姐姐 回来做饭制 没聊几句正经的 她又开始乱来 要说110指挥中心 基本上都是20来岁的未婚小姑娘 接到这种乌言惠语的电话 真是让人不堪其扰 好在2016年初开始 这小子又半年没有在半夜打电话过来了 正当大家庆幸 这小子或许改邪归正了的时候 他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而且这次竟有了升级 不仅半夜打 白天也打 2016年底 警方终于将午夜骚扰电话离案 决定顺着电话线揪出这个牢柳 电信表示 这个号码是电信公司的交换机号 不用插卡就可以拨打紧急电话 电信公司只能确定电话的大致范围 在县城东南角 然而 这个区域共六个行政村 总计一万多人 要查起来属实费劲 既然技术手段行不通 就只能采用大规模排查的笨办法 与此同时 接线员们想尽办法套嫌疑人的话 争取能从嫌疑人的嘴里 套出更多有用线索 经过一番周旋 好不容易从嫌疑人口中套出一点信息 他叫张亮 军乡村的 然而户籍民警一查 却查了个寂寞 根本就没这个人 就是我姐姐的一个朋友 叫什么东梅 好像是军乡村的 说了两个名字吧 回头我们在插类上 根本没有那个人 就是骗我们的 一直就说他东梅姐 怎么怎么对他好 然后怎么怎么关心他 怎么怎么照顾他 然而 无论警方怎么查 线上线下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东梅的女人 正当案件 侦破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细节 引起了民警姐姐的注意 应该是不小心 他那个电话没有挂断 我们听到了 跟别人对话 当时推断出 就是以为是30岁左右的 30岁左右 40 40岁 昂当头吧 那么个劲儿 侦察员立刻做出判断 此贼应该是一名 40岁左右的男子 而且就是饶养本地人 嫌疑人应该离过婚 目前处于独自生活的状态 按照这个画像 侦察员进行了走访排查 虽然找出了两个嫌疑人 但都因没有作案时间而查否 正当警方全力侦察的同时 这个老六又开始换了骚扰对象 竟对120急救电话下了手 因为120急救中心只有一条专线 对其长时间战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所以120专线对其电话号码进行了屏蔽 然而这个老六却并没有就此收手 他居然去买了一个天津的手机号码来打 有正常号码就好办多了 警方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 一个69年出生的张姓本地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从我们调查发现这个张某离异了 现在是跟他爸跟他父亲在一块居住 在村里边 然后这个张某性格也比较 村里面反映这个张某性格比较孤必 不爱跟人说话 去了之后他们家特别火 在村里面来说也是相当于 就是贫困户一类的那种 2017年5月17号下午 警方在一家茶馆里将张某胡捉 当时张某的手机里 甚至还有疯狂拨打110跟120的通话记录 就是每次给人家打电话说脏话骂人 然后那个跟人家估计 能让你有啥感觉啊 我来说那心里没有高兴 就是这心里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那么踏下 他就睡不着 那心里疯了 又说不通过已经 都想想说 说不通过 刚才跟你个爸说呢 你爹 张某的父亲告诉民警 这小子从小就很内向 比小姑娘都腼腆 从来不跟父亲有任何交流 那张某为何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呢 合上洗头 必有缘有 接下来张某的一席话 让所有民警都惊掉了上巴 原来张某19岁时 张某的父亲给他花3000块买了一个四川媳妇 起初张某对这个外地媳妇是非常的满意 知冷知热的 还经常跟他拿主意 然而有一天 张某突然打开父亲的房门 发现父亲和自己的媳妇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媳妇见到突然闯入的张某 立刻边穿衣服边跑出了房门 傻子都能看出怎么回事了 张某当即愤怒地动手捶了自己的父亲 要说 张某从小就是被父亲一手拉扯大的 在张某的记忆里 根本没有母亲一说 因为张某的母亲在张某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这还是张某第一次殴打自己的父亲 然而父亲却是将张某从小打到他 唯一疼张某的就只有张某的奶奶了 一边是奶奶的特别溺爱 一边是父亲的黄金条子 张某的性格变得极度那样 那象到连吃饭都不敢跟别人同桌 好不容易在19岁娶了个媳妇 本来在媳妇的影响下 张某慢慢变得开朗了起来 可谁成想 让张某看到了不堪的一幕 这让张某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也就算了 张某媳妇还特别告诉张某 她突然怀孕了 你觉得你还有病吗 你平时怎么也挺害的 我不是8%呀 8%67%的 找着我 不是 我也没说 我都跟了他一把枪 我也没说让他走了 也没 我也没没没没说 他就走了 媳妇跑了以后 张某变得愈加孤僻 心里也变得愈加扭矩 甚至跑去侵犯隔壁家的单身小女孩 他一个人 他就是睡觉 我对他哭了 他醒了 他就醒了 现在也很不应该 我就跑了 虽然没有成功 但张某属于未遂 被怕了三年 三年刑满释放以后 张某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了 想娶个媳妇也娶不上 一是拿不出至少十万的彩礼 二是家里就一个父亲一个儿子 很多女人听到这样的配置都不敢嫁过来 父亲干脆就先给自己落实吧 于是就三天两头带老太婆回家 张某心里不快 便选择去工地打工 在此期间 内心寂寞的张某用自己的手机 悄悄拍下了多张女性照片 也正是这个阶段 张某迷恋上了打骚扰电话 起初是有很多推销电话打过来 他就回拨回去 给人家一通臭骂 虽然张某感觉这样很帅 但每天上百块钱的电话费 却让张某无力承担 这时就有工友为他出招 说打110和120免费 从此以后张某便化身电话狂魔 扰得接线员姐姐苦不开眼 那么2016年初 张某为何又暂停了半年呢 原来张某在打麻将时 跟工友发生了矛盾 让人当精神病被抓走了半年 从精神病院回来 张某又满血复活 继续重抄就业 这不终于如愿以偿 被抓进了局子 张某父亲就说了 儿子有精神病不能抓 然而精神鉴定结果证实 在案发时段张某一切正常 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你为你心里能怨他吗 有 要不是你工作多好 要不想 你要特不走 现在 四十九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会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